这场中日对抗战来到了百战化阶段了 谁也不服谁啊 到底谁能笑最后呢 目前优势是在中国小孩这边 他的手法讨题精 对战是日本M大师的手法 讨题 最近的时间来 M大师讨题英功力大长 对地方一挑战了 一切就有可能啊 不到最后一分 谁也不敢说自己稳吃对手的 小孩的草地已经下坛 再次被摸将成功了 摸到就是死 一气呵成啊 完全被 压制住的小孩呢 找不到任何的一个通过的可能性 怎么办 没关系啊 小孩有两条气呢 不是两条命啊 这是什么鬼啊 阿珍也不行了吗 难道说阿珍这把 还要被对方拿下来 上一笔被他拿下来 这笔还要被他拿下来 加油 找二 你是最胖的 甲盘带他被青腿摸脚 起初改 光咬一段 带翠飞 连气都不用了吗 准夭 去 初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八 一 二 一 一 小孩落了 没完了是不是 只有一分差距了 不要因为小孩一时的树立就一时的势力就说小孩不行了啊废了 你要接受小孩是不是神的这一个定理 他跟你一样啊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两只脚的没什么两样的 只是说他在这个拳皇项目上他有是天赋带的啊 而他也不是神啊不是机器人啊他总会有状态啊对不对 小孩的保温被丢了可能是啊 只能这么解释了啊 水被丢了 干掉了讨提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双的比分差距只有一分差距了 水被又找到了看来是啊水被又找回来了 好了现在轮到了m大师被小孩进攻了 优势在小孩这边领先对方四百区 好了起来之后进角落里进下盘境内莫奖 没目的小条的一定没出康 刚才说弄出康的话又要七处是改锤飞了继续连 一气打两气马上小孩也慢两气了 小草现在下盘境内前小天跳 抢招成功两气大成地烧烤 哎呀打了个寂寞呀 靠哪儿去了 角度没找好啊 不过优势是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戒指小小兄弟压力将刚刚 保温被找回来了是啊 突然有武功了啊 我这个机械小跳 你想成功这一笔8比6文了兄弟们 来给他来个挑战告诉他什么叫做真正的讨题精 这才是真完了他全没了不能夸啊一夸就就没了啊 这不是真讨啊这是假讨啊 死不掉还有可能的啊还有可能的碰他一下他没了 吹他一口气哎呀一脚给他踹下去 可以说咱们前面说了啊对不对 讨厅谁的讨厅赢了大优势赢了谁就决定了本场比赛的升级归属了啊 一切就有可能啊一切就有可能 闻了大手机啊 这才有看头天天被被虐也不也不好看 有来有往的 这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精彩这局啊一边的比赛没啥意思 小儿的讨厅赢这把又有无了啊可以说真的这个竞技类的项目啊有时候真的非常讲究状态的手感状态 毕竟都不是机器对不对不是机器人呢 风风羊带了黄老两段但是没打拳 这里我觉得这把真的小孩必胜赢了强调快点 在小孩这里 今天M大师也是这一个月以来 状态 状态最好的一次了 一挑战我都觉得有可能啊 虽然说现在小孩的许量比较少 但是他气势打出来了 你看七十百 继续俯空 还没完再打一套几针就赢了 受伤刚好有一颗气留着 地方能闪避 现在小孩的许量跟他差异不是很大了 差了一个重拳 滚了 怎么死啊高擦 想怎么死 哎呀 那现在比赛继续进行啊 中国小孩拿到了赛点了 四个赛点怎么输啊 好提琴现在越有 越来越有信心了 非常的 你看 完全有独独的信心发起进攻了 比分会不会锁定在十比六 朋友们 你觉得比分会在多少 小草要用一条三 告诉他真正的好提琴 是 我 是 这 呢 这 你 冬雪小孩的草鸡鸡赌生龙绝望之龙啊这是啊 这个重体跳路啊 又打蹲姿好了 持续打转固定啊 小蜜蜂又跳到对方的几跳 阿珍小蜜蜂如果发生之数给他减慢三针 那就平衡了 对吧 给他削弱一下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现在阿珍的血量被打到了不到900 对不对 对不对 哎 整个的优贴都是这个牛样子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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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